来,接下来我们看看两岸的局势 这个两岸的问题,老师从去年就说过 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候 随时都可能发动了统一之战 而当时,甚至知道的前几天 都还有人来嘲讽老师,在留言里面嘲讽老师 每次你都说很危险,看到现在没事 不然就有人说衰名说老师是什么样 你在骗流量,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你一天到晚说会战争,那都没有 这个东西老师也只能吞了,真的是没发生 那老师只能吞了,但是这两天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包含联合报以及华盛顿邮报 这些世界的媒体,都给老师一个清白 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1月 都整个美中台关系的惊涛骇浪 包含美国的上将打给了中共解放军的上将李作成 互相的确认,要尽可能的避免大家开第一枪 避免无谓的战争的开打 这个时间线,其实各位跟老师频道一年以上的 都可以去确认,老师当时评估的 跟还有预测的范围,基本上是没有错的 因为不打起来很奇怪,那就是只有他们的一念之间 所以说发生一件事呢,在最后关头 两国的军事人物以及政治上的考量 让这个事情产生了转机 当然没有准是好事,因为打起来呢 照样的不是老师自己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好事嘛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在那个时候的确跟老师预测的一样 的确是非常危险,已经达到开打的边缘 所以当我们今天没有面临的世界大战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是特朗普开战,那就变成鱼死网破的世界大战 而如果是拜登开战,那只会引起台海统一的问题 不会变成中美热兵器的对战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因为特朗普的想法是怎么样?要死我们就一起死 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死,因为我有很强大的美国大兵嘛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彼此都不想去死 那么我们最好让第三个人去死 看他死状怎么样,我们再看看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做 这就是差异很大的一个地方 而讲到中国,我们就必须先谈到一个问题 好吗?很多事情我们就询一询 每个每一个的关节是扣在一起的 所以老师必须先讲到一些前面的原因 后面我们才能知道是说台海问题在怎么去发展 好吗? 而我们先讲的就是什么?最近很多人问老师的问题 那就是房屋税的问题 房屋税在台湾讲的很正常 但是在中国,根据中国人大常委的公告 他们现在开始课征房屋税了 这次的四点的地区的房屋税 征收的对象是以居住用跟非居住用的各类的房地产 这很奇怪,你不是居住是非居住吗? 那不是一样吗? 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 他们农村的土地是可以盖房子叫宅基地 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一定要有特地的化区 但是中国没有,他们的农村有宅基地 就是你这边可以盖房子的 也没有什么建幣率的问题 你也不用送什么蓝图 也不用去给政府去审 你想怎么盖,你就怎么盖 这个老师跟建商的客户去确认过了 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在农村的话 没有人去管你,你只要不要影响到邻居就可以了 那么还包含宅基地跟他的上面的一个住宅 土地使用全人,房屋所有全人,为房地产纳税的纳税人 而这次为什么叫市行呢? 因为每个地点他们所要去做的一个模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叫市行,他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有很多种的应用范围 每个地方他去试一下,他每一个地方反应会怎么样 例如什么? 例如上海跟重庆,他们征收房屋税的方式就不一样 上海主要针对的是上海市他们的居民 他们的家庭,在上海市去新购买 且该居民家庭第二套以上的住房 就是买第二间以上 包含了新购的房子,或是二手房都一样 这个都是一样,他们第二套以上的房子 还有不是上海市的居民 就是他们没有落户的,没有上海落户的 在上海新购的住房 而重庆他是不一样 他是针对个人拥有独栋的 台湾就是透天的商品的住宅 就是盖好的一个大别墅 或是个人去购买的比较高档的 他高档是怎么去论断呢? 跟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 或者是在重庆里面,同时没有户籍 而且你也没开公司,也没有工作 你就是为了来买房子而来的 这些人就要去课征房屋税 所以说我们跨解违反的好了 上海是针对拥有比较多房子的住民 来去课征房屋税 而重庆他只针对了你是拥有豪宅的人 去课征的房屋税 尤其是透天的,独栋的洋房 这个是课征比较多的房屋税 而以中国的政策来评估 就是他要做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你拥有的房屋越多 你就要缴更多的税 多房的多交,少房的少交 没有房的你就不用交了 这个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一个举措 那就是清朝时代的雍正时期的贪丁入母 也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 本来他们的税金是以人头税为主 你家有多少人你就缴多少税 但是在康熙年中的时候就已经规定过 因为我们国力凡胜 所以说你现在家里有多少人 比如说你现在家里三个人 以后你家变30个人 你也缴三个人的税 但是如果你家里最后只剩两个人 对不起你还是缴三个人的税 就是他的人头税变成一个固定的 那么在在雍正就觉得这样不行 为什么?人丁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收到税去越来越少 那么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该土地持有人的方式 来去克征了这个填税 也就是地主要缴所有的税 你电农你是穷无力追的 你没有房地 你没有房子 你没有土地的 你就不用去缴税了 连同原本要缴的人头税 你也不用缴了 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而换到现在中国所世袭的房屋税 大体上也是这样的精神 而说到税金 我们就得对比一下美国 美国是越富有的 你越不用缴税 除非你求到当游民的 你才不用去缴税 否则你想当一个正常的老百姓 正常的去上班 正常的工作 养好你的家庭 对不起 你一个人的税金 可能比三个伊隆马斯克的缴的税金还要多 为什么? 因为伊隆马斯克特斯拉的创办人 他是不用缴税金的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是他们的税法去做出来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什么? 当年大清朝在税制改革上面 一样的事情 怎么样?有公民的士绅 例如你是举人以上 你也不用缴税 你全家都不用缴税 对不对? 这就是税制的一个不公 导致贫富差距的距离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你只要贫富差距越大 你的王国就是离你越来越近 无论是日本、中国、韩国或任何地方 你只要贫富差距大 你必然会有内乱 这个是几千年来在所有国家的历史里面 都一直不断的重演 但是拥有权力者 他不会去相信历史是会重演的 而回到中国的房屋税 中国的GDP有很大一部分 是依据在不动产的交易上面 大概有20%左右吧 所以在恒大的之后 很多地产商也传出了违约 但是中国整体的经济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而GDP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 也下降大概一点多个百分点 这对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度 虽然他们预期是保六 但是现在只有4.8 但是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房地产的不断的炒作 像美国、像日本这些地产 一旦产生的泡沫化 那么都会给国家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你买了房子 你缴不出贷款 那银行就被亏空了 就这么简单 你因为这个地产泡沫了 房子也卖不出去 那银行的头寸你就被套牢了 所以你整个是一个结构性的崩坏 甚至让经济可能因此惨淡10年 像美国 他在次贷风暴以后 他经历了10年时间才慢慢恢复元气 像日本他是经过了失落的30年 这个都是意识因因在目的 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举措 他直接让你恒大 让你玩不过去 但是他的GDP也只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多 大部分的百姓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 也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而中国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老师这里很明白告诉大家 中国目前所实施的房屋税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迎接美国所造成的 即将行卷全球的通货膨胀大海啸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面对到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 虽然不一定跟当年美国石油危机那样那么可怕 但是肯定会让大家可以支配的一个财产 会变得越来越少 一样的钱我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危机 通这种通货膨胀啊 大底我们之前都说过他的成因 约略就是美国身为国际的货币 但是他去浮烂的印钞票 而且是不计代价的去大撒币 导致物价的飞涨 第二种就是能源供应的炒作问题 以及地缘化政治的变化 让货运的成本 成本越来越飙高 比如说美国现在塞港的问题 这些都是导致通货膨胀的 产生的一些各种他的因素 那么这些通货膨胀跟中国要做房屋税 要打房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老师简单说一下 不知道各位你现在住的房子 是跟老师一样都是用租的 还是你是用买的 你的脚房贷 然后继续把它买下来 还是父母买好留下来给你的 这个阻挫 我们给小孩子继续继续继续住的 撇开那种父母已经买好的 祖传的房子给小孩继续住的 这种我们先不说 我们举个例 这个不是真的 老师举例而已 如果你现在的房贷砍一半 你只要付一半的房贷 或是你的房租砍一半 你只要付一半的房租 那么以你现在的收入去保持住 你一样去供一半的房贷 跟一半的房租 请问你的生活会不会越过越滋润 各位董老师意思吗 你现在对于住宅的成本砍半 无论是你的房贷 或者是你的租金都砍半 我们收入不变状况之下 我们的可支配财产是变多了 那么我们生活压力是不是大幅的下降了 那么即使有通货膨胀 那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当然砍半是不可能的 该缴的还是去缴吧 好该缴的房租老师也是去缴 老师也不会觉得他要砍一半 我的房租没那么忍辞好吗 所以说这个也不是说什么 中国实施房屋税或是一些现房之后 房价就会立刻变便宜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也不是说你立刻房租就变便宜 这个是不会的 而是我们应该是说 房价还是会继续涨 但是涨的幅度会变得很有限 怎么说呢 因为二手房的房贷 你是不容易贷款到的 现在中国的政策是这样 大家换屋的需求就会变少 为什么 因为我要买个新房子 那么我只买新城屋 但是我自己住的房子我要卖掉 但是卖掉也要有人买 我价格就算降低了一点 但是买的人他必须要全款 就是百分之百的现金去买断我这个房子 他不能就跟一行贷款就是二手房的现贷令 那么这样子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这样有多少呢 那等于说买你的 买你房子的人比你财力还丰厚了 对不对 那我要买买你的二手房 那我不如去买新房 我还可以贷款 那我买二手房干什么 所以说一来一去 你换房就变成非常的一个困难 那么有些人他可能是说 没关系 那我新房我一样去买 但是我二手房我去留着 对不对 贷款也继续缴 那没有人接手 放了升值可不可以 放了升值也是可以 但是等于是说你下一手要接的人 他的一个成本又会墊高 你会越来越不容易出手 但是如果空置 那么刚才我们刚才讲到的 中国实施的房屋税 那么你又要给客战的税金 那你的损失就越来越多 因为你为什么 因为你出脱的时间你是不确定的 但是你税金是要持续去缴的 缴税金跟缴房贷不一样 税金缴出去就没有了 就消失了 给国家了爱国好不好 就消失了 而且他是每年必须缴 你不能说我今年缴多一点 明年缴少一点也不行 就是固定要缴的东西 那么我留下房子我可以租出去 租出去总可以吧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把房屋税去转租到 转嫁在租金成本上面 那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房客你还跟我租本来是2000的 虽然因为我缴房屋税 所以我可以涨到3000人民币了 这样行不行 这样想是没错 但是同样的 租客他也可以因为你涨价了这个房租 他去选择贷款买新城屋 为什么因为新城屋是可以贷款的 为什么我需要用高价去租你的房子 这样算一算 除了短期上班需求的 比如说我在 比如说我在一个 比如说重庆我要去出一年的差 或半年的差 我跟你租6个月或1年的房子 那这样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我没有在那边常住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跟你租这么贵的房子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说新购的房子 多购置的这些房产 他也没有办法提高太多的租金 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果 这产生什么 租售比这个开始慢慢产生的挂钩 也就是说你的房价跟你的租金 他会产生一定的联动 这个联动就产生之后 让你租金越来越低 为什么 因为他太贵的话 人家也不会去租你 所以是说这个就产生了一个状况 什么东西 这就产生了中国以后的这个 这个房子会越盖越多 但是越买的人会越少 到最后房价会慢慢慢慢去平稳 这么种平稳状况之下 原来要在租一线长市租房子的一些房客 他可能会退到四五线城市之外 然后我去买一间房子 我可以通勤到一线的城市去上班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地铁 或他们的一个公交路线会越拖越广 当交通越来越便利的 我到四五线城市 然后再通勤到一线城市去上 收入比较好的班 对他来讲可能就可以滑得来了 这个状况在美国也是会有的 很多人住在极限通勤族 就住在市郊外 但是每一天花六个小时去通勤 这在美国也是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居住成本的不一样 而中国他会透过这个方法 慢慢的把这些 原来挤在一线城市的人 慢慢的把他带到越外线去 为什么 因为当你居住成本低了 你今天赚的钱才叫做钱 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前阵子老师跟金老师在聊过天 就什么一些的 我们人类最痛苦的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只有我们想买东西买不到 而是我们赚来大部分钱 都必须拿去缴房租跟房贷 这是最大的压力 当如果我们今天不要缴房租跟房贷了 那你是不是生活就快乐了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生活压力就很小了 一样说1万领了3万块台币的收入 但是如果不用缴房租也不用缴房贷 那3万块就是实赚 那我可能比那些 你可能月薪10万的 但你要缴5万的我还过得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如果失业了 我还有弹性 但是你失业了 你下个月你5万块还是要去缴 对不对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再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中国的一二三线城市房价还是会涨 为什么 因为需求还是大过的供给 但是涨归涨 你要炒房就越来越困难 可能商办可以给你快速的换手 但是住宅部分 中国未来可能还会端出跟台湾类似的一个政策 怎么样 第二套房 你不但房屋税会有 哪怕你是新层屋去买 但是你的房贷的层数可能会下降 可能原本你需要的投期款跟自备款 可能只需要两三层 但是未来可能是因为你买第二间 你第一间没卖掉 你要买第二间 你可能贷款的层数只剩下6层 第三间你可能剩下4层 所以说你要去囤这个房子 对你来讲 你的资金成本的积压就变很大 而你一旦一买了 你要卖你就变成二手房 那你等于说接你房子的人 又得变成全款去购买 所以说你房子就越来越难炒 不动产要炒作 在中国可能就越来越难 这个事情难道不会发生吗 各位 如果你觉得这事情不会发生 那么代表你不了解日本的不动产 这住日本的朋友就知道 在日本你想炒作不动产去发财 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 那可能性实在太低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实在是炒不动 因为他们所有政策让你换房的时候 你要缴大量的税金 所以说在日本你要靠房子赚钱的 你可能买下来租出去 你可能赚钱 但是你想靠买卖之间来炒作 他们经历过泡沫经济的教训 他不会让你炒 而日本做得了事情 难道中国就不会做吗 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 而回到主题 中国目前的房屋税老师认为 这是中国要慢慢的去测试 这些改革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或许还是有人会说 这个中国的地产 虽然只有50年到70年的使用 但是都是自动续约的 所以说这些不动产 还是会世袭 还是会继续的持有下去 然后一样的只传孙 孙传玄孙都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房价还是可以继续炒高的 因为地主会越来越少 房子你拿到了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你不会办法没有的 这个部分老师认为这是不一定的 为什么 因为中国才建国才70几年 所以说你让他说 未来是不是照这个方法来讲 这个是不一定的 而刚才那种自动续约 自动续期的 他在农村的宅基地 可能都还可以没有问题 因为他是农村 你换你的人不清土清 所以说你这怎么样 你都还是可以继续下去 但是有没有可能 在未来的一二三线城市 房屋的所有权 的确可以让你无痛的自动续约70年 但是让你没有办法继承 也就是你续约了 但是你原本的房财政上面的持有人 他已经去见上帝了 对不对 但是你心在接的人 你就不可以去继承 为什么时间到了 对不对 有没有这可能 土地国有的状况之下 中共要做什么 那只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就算可以让你继承 你可能要负担起 很高额的税金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当然商办之类的东西 可能还是可以去继承 但是中国的其他的住宅的房价 慢慢的 老师还是认为 他会慢慢走到摊平的时代 慢慢的让社会都市 慢慢的扩张之后 以及他们的远去办公 开始越来越的普及 以及正在面临的少子化的问题 少子化代表是说 我的父母不需要为我的子女 买太多房子 因为我就生了这些小孩了 像现在的80后的 已经面临到了 80后跟90后 现在都已经要面临到了 怎么样 小孩子慢慢长大了 他们是万千宠爱吉义生 但是他下面生的小孩又比较多 因为已经开放了二胎以上了 生的小孩又多 你全部人给你 然后你又给全部人 基本上你也没这么多的实力 所以说未来慢慢的 中国的房价慢慢会摊平 就像马云说的 中国以后的房子 就像白菜一样的价格 当然所谓的白菜价 不是说你买一颗白菜 可以买一间房子 而是他取得的成本 大概就是接近了什么 接近你建材的成本 然后加上一点工钱 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以后赚设计费 所以说炒房的行动 最终也会像大唐帝国的长安城一样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个跟我们后面点下讲到有关系 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